今年才全新開幕的超夯景點 可以餵到可愛的萌萌水豚菌 它品質超好吃的 北台灣最長的摩獅子 六滑梯 蟲超肉的肉園 誰說新竹是美食單 哇 嗨 大家好 我是好 我去的是蘇蘇 我是滴滴 我們今天來到了新竹 要帶大家玩新竹香山一日遊 第一站就要去今年才全新開幕的超夯景點 那邊可以味道可愛的萌萌水豚菌 接著還要去隱藏在半山腰的夢幻窯烤披薩 我們還會去一個超人氣的免費景點 玩北台灣最長的摩獅子溜滑梯 好愛去來到加山一定要吃的高CP值肉園 還有隱藏版的手作綿綿冰 準備好就跟著我們一起出發吧 GO 登登 第一站我們來到了 就是廢物媽媽育兒農場 蘇打可以超近距離的餵食觸摸可愛的小動物 然後它前面呢就有一大片的空地都可以停車 所以也很方便 一張全票是200塊 裡面就有包括了50塊的商品摺底券 還有DIY加購是350元 所以我們還有包含小動物的飼料兌換 我們就換了很多的木桃 飼料兌換的旁邊這邊啊 有一整排的置物櫃 一旁會先看到的是 活歌劇者鳥與北林浣熊 這邊是採育約字 如果大家要來的話 要記得先提前上網去預訂 我真的有點緊張 它就是廳棋工隊那個 我真的有機器 臭嘴就是這樣 我們等一下來臭嘴看臭嘴 一出來戶外就可以先看到水豚君 好可愛喔 啊 啊 它這麼懶是正常的嗎 接下來繼續往前走 就會看到驢子區 好可憐 你們這兩個槍頭草 草在哪你們就去哪 好醜喔 你說它醜它可以拍Aktron 頭像槓子拍的影片 它是骸駝 只要你一個骸駝都搞不清楚 哇 哈哈哈哈 因為你摸它們的毛 然後手很像中毛刷 它就打一個超大的困難 不要用你的做啦 我自己去薄牙買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跟著我們出差無數次的 來分高速吹風機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很常去飯店或是民宿 幾乎每一間提供的吹風機都不太一樣 大家一定有那種經驗 要吹頭髮的時候還要到浴室裡面 你要吹的時候還要給它按著才有辦法吹 我覺得它非常方便 它的風速有兩段是有高低風速可以隨意切換 它不只低聲小巧不佔空間 而且它非常的輕 不要看它這樣小巧一台遊戲 它的風速很大 它的聲音也沒有到很吵 因為它只有59分貝 然後它音頻也不會很高 再吹給大家看 這個風量真的很大耶 它就可以邊吹邊跟別人聊天 就是類似這樣 應該知道它是聽得到我們講話的聲音吧 我很喜歡它的溫度調節這個功能 因為它有四段溫度可以調節 而且用法非常直觀 它的溫度會隨著它的顏色做改變 藍色是低溫 黃色是溫熱風 那紅色的話就是高溫 長暗的話就是冷熱風會循環 然後呈現彩色 來分高速吹風機 還有一點很特別 就是它的進氣過濾孔 在它的手把的下方 像是我常常就會吹頭髮吹到粉繩 混到飄到麻煩 頭髮就會捲進去 然後你就聞到超回答的味道 就連絲髮質還會變得很差 加上它超密的濾網設計 會防止你頭髮被捲進去 還有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是它的吹嘴跟那個出風口 是做磁吸式的設計 這樣吸油膨它就連起來了 特別注意的是它的電壓是110D 所以如果你要出國的話 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個國家有沒有要提供這樣的插座 像保固的話也不用擔心 因為它的吹風機出貨 會隨後附上保固卡 那只要是非人為銀素的話 都可以保固一年喔 看到這邊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我們手上拿的吹風機 到底是什麼款式的呢 因為來分高速吹風機 它總共有分兩版 經典版就有白銀色跟藍銀色的配色 尊絕版就有白金色跟粉色的配色 像我覺得這款就超漂亮的 它是白金配色 而且它的金不是那種土豪金 是有格調的那種金色 這一款的配色 在市面上的吹風機真的很少見 像是經典版的吹嘴 同一都是神灰色 如果是尊絕版的吹嘴 就是看它的機身什麼顏色 吹嘴就是什麼顏色 剛介紹的兩款吹風機 它還有其它的架構項目 我覺得也很值得分享給大家 它有這個專用的磁吸式壁掛指架 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銀色跟金色 它另外還有出這種 鑽風吹嘴 如果你是捲法的話 也可以使用這個擴散風吹嘴 另外還有一個是專屬旅行收納包 可以直接把你的吹風機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帶著走囉 今天就把我們很喜歡的 來分高速吹風機分享給大家 每天都要用的東西 當然要選好用的 我們這次有個開團優惠 真的是破天荒價格 像經典版就是3980 尊絕版只要4180 超高CP只加雙11優惠 真的不能錯過 大家記得到資訊欄點開連結 跟著我們買起來 這樣鋁子跟鴕鳥在一起耶 快變暗了 這個是進去的暗 他就這樣吃了 他就這麼跑出來 好多喔 記得這裡就有一群 是可以直接進去 跟小動物近距離互動的地方 看比剛才那一區 牠們就活潑多了 你看牠們還會跑步喔 來 跑步 好 好 好 是妳會跑步吧 這個畫面太可愛了 這樣很像阿爾貝斯上的女孩耶 耶 我是小甜甜 哇 舒服嗎 大哥 牠們走路真的很緩慢 我覺得水豚跟鴨鴨一起泡澡的畫面很療癒耶 牠是雅達柏拉象龜 牠是世界上提琴第二大的鹿龜喔 欸 牠縮起來了 縮頭烏龜 現在的人怎麼都用動物罵人啊 來打烏龜 先生要到哪裡 我來黑鼻羊 黑鼻 不可以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要進去這個梅花路區了 這邊打卡還可以換這個超可愛的扇子 這邊可以買到紅蘿蔔 OK 這個這隻叫做什麼 奶油皮 黑鼻翼 黑 那個湖蒙耶 以往去動物園看湖蒙都是用那個大大的玻璃隔起來 可是這邊可以很近距離的看到牠 是迷你馬嗎 牠的花圍很漂亮耶 牠的尾包跟你一樣 這很像你的寵物耶 欸 這裡拍起來真的超漂亮 好扯喔 怎麼了 我討厭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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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觀完一整個園區 然後為了超多可愛的小動物 我覺得這裡動線規劃的蠻好的 這裡就有一個出口 然後沿著這邊進去就會有一個室內區 也太萌了吧 蠻像的耶 直接攤平耶 欸 我們真的不會 啊 迷你為死 這不是什麼梗塗 然後土婆署的旁邊這裡就有DIY的區 如果是假日的話就會有很多小朋友在這邊做DIY 然後接下來這邊是一個手座市集區 這些圖啊 這些娃娃都是園區自己設計的喔 真的非常值得來買 因為你在外面絕對不會買到一樣的 你看這個雨傘 還可以學波噴嗎 好實用喔 動物都好出車車 這裡還有很多牠們的手座青紙妝 看這個圖案真的是牠們自己設計的耶 好可愛耶 這是真的有剪裁的耶 還有大人的耶 再回到一開始的出口 就可以到這個取餐口兌換點心 拿這個票券就點心二選一 在裡面那個上面可以印有這個水層的圖案 逛網連續還有點心可以撕 好開心喔 太開心了 我真的非常喜歡這裡 因為比如說到宜蘭 現在在中部也有這樣子的園區 很乾淨很正洁 重點是牠們這邊的動物又很乖巧 就是很溫馴 其實我們剛剛有一直看到廢物媽媽本人 非常可以理解為什麼我們這邊的動物這麼和善 因為牠們的主人 真的是超級有愛心又很善良 牠不能把牠們當成牠的小孩在戶 這裡是我目前去過所有育兒農場 最喜歡的地方 我覺得新竹現在最夯的親子經典就是這邊 非常推薦給大家 今天我們的午餐是一間披薩店 然後要去這間店 牠的路真的超級小條 大家朋友看到嗎 牠停車場的位置蠻多的 我們會從這個奇妙的小巷下去 牠的名字就叫露瓦披薩 露瓦是夏威夷的原住民語 你這樣很好 因為牠要傳達的就是 牠要把原住民快樂的靈魂 住進牠的披薩裡面 露瓦裡面 基本上你是平日來的話 可以直接停在門口 這間披薩屋超特別的耶 這真的很像霍爾伊東城堡 裡面有個超級大的搖耶 牠們的披薩就是在這邊搖出來的 很大的原木的秋仙椅 然後旁邊都是彩繪的桌椅 到處都是那種藝術品的感覺 牠連那個窗框的造型 都有點像中東那種異國感 這邊除了主打的披薩以外 牠的燉飯聽說也是非常的厲害 店內有抵銷一個人是280元 一定要記得先提前預約 牠假日的時候都有預約的食飯 平日也都有 這是咖哩口味 那咖哩好香喔 有點微辣 牠吃起來不像我們一般吃的 披薩起司鋪這麼厚 牠是料很多的那種 牠品質超好吃的 真的 而且柴燒的味道真的很像 然後這個是放牛吃炒燉飯 上面有附上打滿的牛肉 還有九重隔做點綴 有被Pizza店耽誤的燉飯感覺嗎 有 金漿味很濃 可是不是那種菜味喔 是新疆被燉出來的那種香味 再加上五花肉被煎過的香氣 整個燉飯超好吃的 真的很厲害喔 來試一下這個香蕉巧克力披薩 然後可以看到牠尾巴的皮 也是那種比較厚的 我覺得這款就比較中規中矩 沒有到特別今天 可是下次來還是會想要再點 我這邊是百香果氣泡果汁 這完全沒有加熱狠的糖 那我超喜歡 這個是蜂蜜奶茶 所以我在阿里山的茶園中品茶那種感覺 牠茶葉是很有質感 然後香氣很足的那種 那我們來點了一個起司藍莓蛋糕 其實這超滿的 超好吃的 它的藍莓酸可以總和掉一點起司膩的感覺 然後我們還有點一個手作水果冰淇淋 這是西瓜口味的 吃得出來是很天然的水果味 我覺得香山這裡其實經典就不多 但是這裡真的是一定要排到行程裡面的一間餐廳 而且從主餐到甜點都有 所以不論是真的要來這裡吃飽 還是說下午來這邊 這個下午茶 但也都很刺濃 美 接下來我們來到的是青青草原 這邊最大的主角呢 就是有超長的魔石子溜滑梯 近期又新增了攀爬碗 還有平衡木草原盪球千 這邊總共有19公頃 就像是64個主角 超大4個 建議大家從北側路口進來 這邊總共有4個溜滑梯 旁邊都有標示說 一定要110公分才可以玩 我現在留這個是最短的溜滑梯 建議大家還是穿長褲來 因為現在是火燒屁屁時間 起來了以後就可以看到 對面那邊就是攀爬網 它那個下面是有軟墊的 但是小朋友一定要記得 就在爬的時候下面比較站冷喔 不然很危險 這個也是有規定 要110公分的小朋友才可以玩 玩這種東西最快樂的啦 把自己想像成一隻猴子 這個是第二場的 滑下去就會越來越長 快我要火燒屁屁了 呀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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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掉了 我們現在要來挑戰 北台灣最常的摸四十跳wood 但是這個要記得喔 一定要超過一百四十公分才可以玩 不過我覺得它本來好像 比我想走還要再短一點耶 你跟著去溜溜看 你看你知不想得出口這句話 哎呀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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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 angiermi 終於壓扯了 我覺得剛剛第二條其實反而比較恐怖 因為它不是直接這樣子直直的衝下來 它有兩段平平的地方 然後你會有一點跳起來的感覺 先來看一下旁邊這個 青青影鋪賣了什麼東西 它有賣泡麵跟風箏 還有這個滑草的 然後這邊有飲水機 帶小朋友來可以來這邊補水 關生態池要350元 聽說那邊可以看到 台灣有12種不同種類的青蛙 我們現在來到了 青青草原 超級大片 我一直是一風超大 超適合上逢著跳 超適合遛狗的 小樹冲冲冲冲 這裡總共有五個草原 第一草原就這麼大一圈 太誇張了 這已經可以蓋走學校了嗎 你開槍 不能滑呀 誰會在這裡滑 感覺只是買了一個屁地 買了一個植物 我覺得也許有更棒的地方可以滑 有沒有什麼很棒的滑點 請滑油們在資訊欄下方就可以了 我們找到這個東西的新玩法 快樂是要自己去尋找的 我們現在要來吃 香山一定要吃的 櫻王肉圓 它在地經營了60年 它在Google評論上面有 4.4顆星 5000多個評論 然後它就在這個隱秘的小巷子裡面 外面停了很多的車子 都是來吃櫻王肉圓的 內容跟外帶都一樣 要在這邊排隊點餐 它會安排位置 然後這邊除了很夯的櫻王肉圓一樣 聽說香腸也是必點的東西喔 他們賣的品項其實蠻多的 然後它的肉圓有單顆賣的 一顆是27元 如果兩顆的話就是一份50元 內容座位其實蠻多的 裡面居然有一個餐車 其實最早的時候老闆就是騎著這台三輪車 到處去賣的 但是是因為後來生意燈得越來越好 他就固定住點在這邊 我們大碗其實長得蠻特別 長得很像一個梅花 而且它上面有滿滿的蒜末 它這個蒜泥跟辣醬還有醬油膏 是店家自己做的喔 像是紅燥肉的肉圓 好爽 而且還有醬油 超醬 我醬糖紅的那種 它跟沾泥泥完全不一樣 它不是那種脆皮吧 它的皮非常的Q彈 有嚼勁 因為它都是低溫油炸 很有特色耶 然後這顆香腸是45元 它是手工做的酒香香腸 它的香腸是比較鹹香的那種 還有一個傳統的炭烤的香味 這個是綜合湯65元 它的料真的可以算蠻多的 我還超大一顆 這個剛剛好喝的是很清甜的那種 誰說先多去美食沙漠 因為這兩元都是好好吃的 沒錯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間手作綿綿冰 距離剛才的英王肉圓 大概三分鐘的距離 大家可以把它安排在一起 這七種口味都是固定會有的 然後有時候會有一些季節限定 它如果是一球的話就是20元 然後兩球就是30元 三球就是40元 其實我覺得CP值算蠻高的 然後這邊只以外帶為主 他們的綿綿冰其實是有點帶冰沙感 那種酸酸的感覺 這我覺得很好吃耶 它這個白香果有夠酸 很古早味的那種感覺 欸 花生裡面有花生粒耶 它超濃郁的 我覺得它值得被世人看見 花生真的有花生粒 烏美也有烏美 白香果也有白香子 Yo 一起來香山吃少做綿綿冰 Yo 我們今天的新竹香善一日遊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到底是誰說新竹沒有好玩的 還說是美食沙漠 我覺得完全打破了這件事情 因為光是在香山就玩不玩了 沒錯 除了我們今天介紹的景點以外 我們之前還有介紹過 香山自行車一日遊 那就是可以看海景 騎腳踏車的行程 我們會把連結放在右上角 大家記得可以點開來看喔 然後今天整個行程 我覺得不只是情侶可以一起來這邊約會 看親子我覺得就更適合 因為有小動物可以一起互動 還有溜滑梯等等 而且這三間美食我都很喜歡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要看我們拍什麼更多好吃好玩的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剛剛在想說什麼我的腳這麼痛 結果 你看 啊哈哈哈 這物質很潮欸 去哪裡買的啊 我針灸店啦 中央行